还要带您来关系 是昨天傍晚的新竹竹北发生了死亡车祸 当时一名女子骑着脚踏车行进一出路口 不陷害一辆瓦斯分装车发生碰撞 由于撞击力道相当猛烈 导致女骑士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紧急送医还是宣告不知 脚踏车骑士沿着道路边线慢速骑程 却在经过路口时中线车道突然有辆大车转了过来 她闪避不及当场就被撞了下去 可车辆还在继续往前推进 救护人员赶到现场 即便现场留有大量血迹 还是不放弃 一丝希望持续对伤患进行CPR抢救 试图把她从鬼门关前给拉回来 对此车祸事件就发生在竹北13号下午5点左右 正值下班降风时段 女子骑脚踏车经过路口 却不胜于瓦斯分装车发生差弱 当成倒在地上没了生命迹象 最后仍然不知身亡 远久货报前来善后 两手抬起被撞坏的夹踏车放到一旁 走近看车况更是糟糕 前轮掉落车架也明显变形 车踏车骑士安分首颈的骑在路边 更有安全意识戴上安全帽 却被大车意外撞上不幸离开人事 相信的肇事原因卡在警方进步调查离奇 记者下午年严日荣西主赛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